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以命不命挑战生理极限 数次下水与死神抢人 他被亿万网友点赞 他就是来自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语的救人英雄王亮 2020年7月6日 一场百年一遇的集中强降雨 席卷了江西省景德镇市 7月12日 会于江西省福良县的一处国道上 一辆轿车与大货车回头撞上 轿车被撞下五米高的路牙倒扣水中 车上乘客命远远远远 泛滥的洪水还未完全褪去 岸边又逢杂草铜声乱石秘密 群众无人敢下河救人 此时一个身影从五米高的抖壁上纵身一跃 跳入显像环升的洪流中 他先是拼尽全力将后排三名乘客救出 随后又跳入急流将副驾驶乘客救出 在得知司机还在水中时 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英雄再一次跳入河中 短短几分钟时间内 他三入急流并完成破窗救人 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救援行动 将被困小轿车中的四人救出 这是四条命的 还有什么话说 这四个呢 我的部队也是没班长 也是没党员 所以当时我感觉当面军人遇到这件事 应该是第一个游战要出 救人的英雄叫王亮 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事发当天他正在休假 恰好突经现场 王亮用实际行动 向群众诠释了一名军人的担当 更让群众看到了革命军人 过硬的军事素质 救人视频被上传网络后 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全网点击破译 王亮的英雄事迹感动了万千网友 王亮也因此被中央文明办 表彰为中国好人 被江西省政法委受以全省建议 为先进分子称号 被陆军第72集团军 授予个人一等功 我感觉我代表的不是我 我感觉说可能是军人两个字吧 换做其他军人 他也会跟我一样 一无反顾跳下去救人 王亮是一名95号 入54年 他已经跟随部队 转战五省十一个地区 在许多重大演习中 先后完成海上操舟 立体激将快速突防等任务 熟练掌握步兵班六种主战武器 二十余个体能科目组训方法 和六项战场一线救治技能 因个人综合成绩突出 在第三年被任命为班长 王亮的救援行动 堪称教科书 在危急关头 他沉着冷静科学处置 但没有人的本领是与生俱来 王亮的技能源于 他在部队的勤学苦练 王亮所带的连队 是一支英雄部队 新年开训之后 部队的各项训练逐一展开 夜间作战是部队的优良船头 今天的夜训 王亮所在班需要对敌情进行侦查 夜幕中任何微弱的光亮 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 这将对战士们的心理素质 产生考验 连队每周两次的夜训 让王亮有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和缜密的指挥思维 这对王亮在救人现场 民危不乱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说冬冬 我在我左前方一百米处 发现敌散遍一枚 在我正前方三百米处 发现一连坦克 指挥手车道 指挥手车道 命你班迅速全书 对敌 如是见面 这些 开训之后 王亮忙于训练 一直没有时间 向父母送上新年祝福 晚上 趁着难得的闲暇时光 王亮听到了家人久违的声音 王亮生长在景德镇市 福良县金宫桥村 在政府的帮扶下 村民们都搬进了崭新的房子 作为革命老区 雍军的红色船头 一直在这里流传 这里的孩子 人人都有当兵的梦想 2016年 王亮离开家乡 在同龄人羡慕的目光中 他穿上了那身橄榄绿 我隔壁家的一个小孩 他就想 哇 王亮好 王亮好 他想 我也去当兵 我也想当兵 肯定应该羡慕 他不知道我小孩吃的苦 就是太多了 我想我这一辈子 这一个小孩 我值了 我高兴 我满意足了 什么都不要 我就这一个小孩 只要我这小孩好好地 我比什么都强 七班班长是王亮新兵时期的战友 如今两人都已成为班长 由于离得近 平日里的大小事情 两人都喜欢争个高低 他们口中的尖刀班比赛 是连队即将举行的 新年开训后的第一次考核 为了备战考核 王亮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战场救护属于必考科目 部队要求每一位战士都能熟练掌握 在战争期间 战场救护技能对于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具有深刻意义 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战事的伤亡 和平时期 人民子弟兵更是可以用这种技能 应对突发情况 捍卫人民生命安全 刚刚到部队时 王亮还是一个战场救护 考核不及格的菜鸟 如今他已经在教战士们 战场救护的技术要领 刚刚在那里考核 不知道该干嘛 不知道去拿什么 时间已经过了 标准已经过了 成绩就是平定为 平凡不及格 心肺复苏术 是战场救护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心脏骤停后 抢救率极高 但有限时间仅仅是四分钟 整个过程无异于与死神赛跑 王亮在教队员的过程中 要求他们动作标准 时间要快 一名合格的战士 离不开平日的千锤百列 新年的第一次考核 对于每一位战士都意义非凡 这将关乎每个人的荣誉 不仅如此 胜出的班更将代表连队 参加整个营里的比武考核 发挥连队的优良传统 争取取得满意的成绩 希望班内的同志 相互团结 进行成合作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 始终的气温接近零摄氏度 靶场更是寒风扑灭 但战士们要取得好成绩的决心 不受丝毫影响 一场角逐即将展开 兄弟兄弟 干大力杀 王亮所在的班是连队的排头班之一 本次射击考核 王亮对全班有着绝对信心 一声令下 考核开始 步兵战车能进一步增强队伍的机动性 并提高打击目标的能力 作为每个班的标配 本次射击考核中 除了传统的单兵武器 也增加了这种新型步兵战车的时讯 将更加考验一个班 协同作战的能力 下考 请 现在将成绩公布如下 王亮 到 四十五环 零四念 到 四十三环 射击考核过程中 王亮所在班一路高歌猛进 在第一阶段位列第一 三十八环 该科目淘汰的班级为五班 五班 到 代理考核 军营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是利剑的魔力场 在这里一切都要靠成绩说话 如今的王亮在赛场上成绩 但他刚到国内时 情景是与现在不同 感觉自己是一个特别笨的人 别人都已经登上楼顶了 我还在楼底下排桓 感觉非常着急 然后想跟班又跟不上 就小心脑子上不去 新兵时期 王亮成绩一直垫顶 多次考核成绩 位列全班倒数第一 全班因为王亮的考核成绩不达标 丢失荣誉 所有人的努力复之东流 他是在我所带过的兵里 这个最没有天赋的 但是他是确实是最努力的一个 那段时间 原本活泼的王亮 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但从没有一位战友埋怨过他 班长也没有批评他 由于一直无法掌握技术要领 别人一两遍就能学会的动作 王亮往往十几遍都无法学会 心中仅有的自尊支离破碎 有时候我也感觉 我自己都嫌疑自己的 因为有时候班长交了一遍之后 我孩子不会 就是我已经很想把他做回了 然后做了一遍孩子不会 然后第二遍他又叫我 然后我又做错了孩子不会 那时候就感觉是想 自己都想打自己了 一撞南墙不回头 虽然天赋一般 但王亮身上有着一股 从大山里带出来的韧性 在一次考核中 新兵排一番话 让他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 他说笨鸟相飞 就是这个科目 你不行 那你比别人多练几遍 你不行 每天起早一点 你早起一点 比别人多练活 别人休息的时候 你再练 别人睡觉的时候 你也还在练 别人没起的时候 你也还在练 慢慢的你自然会超过别人 宝剑锋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不会就练 别人练一遍 王亮练十遍 一直练到形成肌肉记忆 从新兵三个月 到夏连队三个月 在长达半年的里 付出似乎一直没有任何效果 但王亮咬紧牙关 默默坚持 晚上有一次评比 挖地雷 那个路是坦克牙关的路 是非常硬的 然后后面 不过还好 那是拿了第一 当时这个里面的肉 都能看得清楚了 那时候我记得 是我当兵八年以来 第一次在全年面前 得到表扬 就是非常感兴 非常感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或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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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 感谢观看 他在里面之前 就两名班长这个建议为的故事 当我听说了这个之后 我感觉非常伟大 我说当如果哪一天 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也跟他们一样 前进 战场上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战士们要时刻警惕敌人的袭击 女班林荣殿同志 被弹片阵云 此时产生休克现象 展开情况处置 一位合格的战士 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伤员进行抢救 这次考核 不单是战场救护技能的考验 更检验队伍的指挥 对突发情况的从与能力 双眼所在班 淘汰 双眼 到 将你班代理口上 越来越多的班被淘汰出局 一天的角逐过后 赛场上只剩下这对老对手 王亮能否如愿以偿 代表连队参加上级的比武呢 随着一次次的训练考核 王亮不断地提高 对自身的要求 突破自己的极限 在他眼中 要超越的永远是自己 王亮 最终的考核结束后 王亮班一七秒的劣势 败给了老对手七班 无缘比武考核 确实还有很多不足 但是座面班长 我没有实就信心 我感觉在下场 在下场训练中 王班每个人员 然后下部训练更加刻苦 我感觉一定会超越他们班 王亮一直认为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兵 也只是做了一件普通的兵 应该做的事情 但正是这名普通的兵 以一己之力 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四条生命 我感觉换到我们每个军人身上都是一个使命的 就是当你真的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地点 在这个地域 或者在这个地方 当你真正的说 遇到百姓有烂的时候 你真的要完成你使命的时候 为人民服务 你绝对是可以做到的 人民致上 生命致上 危难之际 放显军人本色 王亮是救人英雄 也是军营培育的英雄 更是万千人民子弟兵的缩影 作为一名军人 就应该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能够站得出来 冲得上去 做到平时守护百姓 战时杀敌报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